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游戏长经台的直播环节 来到即使功能和大家看看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之前进行公布一业绩的股份 讲下银鱼27号 见到公布业绩之后 有资金去追捧股价 现时也涨超过百分之一 最近60.5元 和大家先跟进一下业绩方面的最新网用 见到中期多赚近2.9元 去到59.7亿 亦派特别息 就是派每股45微 另外见到期内的收益 攀升了2.5元 去到384亿元 五经调整的伊别达拉都往年增加了2.6元 去到73亿 纯理方面都急增了2.9元 刚刚也说到 第二次调整的伊别达拉也去到35亿 按年来说都增长了1.5元 大数上跟大家讲完 都要找我们的分析员去看看 谈谈谈谈谈股份 找来就是我们的研究部的经理 沉伟冲Jason Jason 你好 Mac 你好 怎样看呢 就是银鱼方面 新鲜管业拉的业绩 大数方面你满不满意 是 今次伊别达 正如你刚刚也说 上半年方面升2.6元 看上去好像不差 都有2.5元的增长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做些比较 包括我们就是先比较 同一方面 例如说金沙之前都出了业绩 他们上半年其实伊别达的增长幅度 都有成是接近3.5元 换言之说银鱼和金沙来比 今年上半年 银鱼方面就相对是顺利了 如果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来比较 说到去按季来比 第一季和第二季比较 说到去今年上半年 伊别达就升2.6元 但如果你说单计第二季来说 伊别达的增长幅度 就只有1.5元 意味着如果你说按季来说 第二季就比起第一季 明显是叫做弱了很多 当然因为第二季大家都知道 内地的经济都是比较 比较 再加上去到6月份方面 世界杯效应 都令到很多一些 本身是国际澳门赌钱的人 都选择 可能留在家 留在国内去看球 去到赌球 变相就令到 6月份那个博彩收益 都明显是放慢了 当然也是不少得 一些政策面的打击 包括你说说之前 对于银联卡方面 刷卡有限制 另外也对于自由行旅客 在澳门逗留日数方面 削减了 这些因素都令到 他们第二季的业绩表现 出道来是相对一般的 亦都是比起市场 现在普遍的预测来说 都是为之低了一点 好 接着和您看看 讲完大数之后 就看看不同的业务方面的情况 看到中场业务方面 增长的速度是最快 营格幕上面都会看到 澳门银河中场收入方面的数字 就是64亿元 增幅来说是3成2 另外贵賓厅的业务方面 澳门银河的转马数 半年内连续两季都创了纪录 令到包括收入方面 收益方面都升了4成4 去到超过170亿 先讲下不同业务方面的情况 你又怎样看 Jason 讲到两间酒店 或者两间赌场来说 本身都分开了中场业务 和贵賓厅 如果你说整体来说 的确看到贵賓厅业务 都好像还是做得不错 当然都是因为 澳门银河那边仍然都保持 近这一年的增长势头 因为毕竟说这间赌场 都开业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由于基数都不算太高的关系 所以增长速度相对都能够 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是都要留意 因为如果你说现在的大趋势 特别就是今年上半年 其实澳门那边贵賓厅 薄彩收益的增长 都只是停留在一个个位的数字 但是相反中场业务整体来说 都有接近三成多的增长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大趋势 仍然都是由中场业务所主导 但是说到银鱼方面 本身你见到收入的佔比 都是比较多 集中于贵賓厅 VIP业务那边 所以一旦如果你说 这个业务的增长幅度 是进一步放慢 其实对于银鱼来说 打击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大一点 是的 银鱼旗下 除了澳门银河之外 还有就是澳门昇制酒店 通常业务方面 增长了三成五到二十二亿 只要贵賓厅方面 澳门昇制酒店方面 住码数升至一成二 大博在收益方面 澳门去年同期 只是上升了百分之二 正赢率方面好像差点 应该怎么看呢 这两间酒店的业务方面 是的 你见到今次说 升借酒店的正赢率 就下跌到2.5% 都创了开业以来一个最低的纪录 我们说这个正赢率 就是所谓一个叫luck factor 就是代表那间赌场 究竟是跟客人去赌的时候 究竟那个运数是有多少 那当然你说正赢率越高 那代表那间赌场就赢得越多钱 作为赌客的输的机会 就当然是越高 那所以我们都要看回 今次升借酒店 之所以贵宾厅业务 增长相对是比较慢的原因 当然人流方面 或者那个转马数方面 是货门是一个关系的 但是更加紧要的 都是见到正赢率 是跌得这么厉害呢 都令到整条数看上来 都是比较远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用地的角度来看 始终正赢率这件事 就没有一个必然的趋势 亦都是跟周边的经济环境 和整个澳门的赌业的气氛 没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那今个季度出得差的 会不会有个契机 可以令到未来这一两季 可以由低位反弹 令到这条数 可以在未来这两季 反而做好一点 那这个我又觉得 是有个憧憬在那里的 所以如果你说 纯粹今次那条数 是受到正赢率的拖累呢 其实大家又不需要太担心的 最重要是见到 它的转马数的金额 不要说是突然之间 有个很大幅度的放缓 还有未来 当内地的流动性 是开始好转回 又或者当中央的政策 整体的收紧力度 没有好像上年半年是这么严重的话 对于星際酒店 又或者对于澳门银河 未来的业务的发展 其实都未必看得太淡 是的 看完中期这方面的数字 见到集团的资金比较充裕 六月底首时的现金达到144亿元 而鹿德的正现金达到141亿元 负债方面只得3.48亿 即是见到 继续都有充足的资本 一些现金资本 资金流方面都比较强劲 刚才讲到一些历史的数字 未来将来有些什么两点 见到澳门银河第二期 继续都是按预期的发展当中 预期在2015年中 会员工的了 怎样看第二期的项目 未来带给银游有能够 可以进入银河里有多少 是的 新项目对于这些资本 资本来说 是相当之重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当澳门银河一开的时候 都令到银游的EBITDA的增长 是相当之快的 所以你说去到夏年 当有第二期 即是一个新的项目 来到员工 去到可以吸引到 即是新的游客 令到整体的增长动力提升 那我相信 对于未来的业绩来说 会有个相当大的帮助 但是都不要忽略 因为说到夏年开始 就不是只有银游方面 有新项目落成 那你说好像金沙 巴黎人的新项目 也都会在夏年的年底 至到2016年去到落成 所以到时 当大家都有新赌场开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究竟哪间赌场是相对受欢迎些 以及看哪间赌场是好运些 令到净赢率可以拉高 所以如果你说 到夏年 有新项目是好事来的 但到底这一个新赌场 能不能够可以 即是叫做 争得赢其他的同业对手 那这方面 大家就再需要观察一下 另外和你都跟进了 在银月方面之前 股价跌 主要都是在说 在一些员工方面的问题 公司已经说了 8月份 就会向全体1.6万名澳门的员工 有一个提升薪酬的计划 预期来说 即是说成本将会增加 其实这个成本方面 你又怎样看呢 是的 今年上半年 我刚才也看了一份业绩 见到他的员工方面 薪酬和福利 的而且是有增长的 但是增幅方面 都是一成多 就未过两成的 即是比起他那个营业额的增幅 都是为少 所以暂时看回这个 就算你说加薪都好 在那个员工的开支 我相信对于集团的压力 未必说会即时 就会有个很大的增长 未必去到负担不到的水平 最重要就是说去加薪人工之后 究竟未来新的项目 能不能够吸引到足够人流 这一方面对股价来说 会有个很大的影响 暂时你见到 出完业绩之后 股价都没什么 很大的变化 之前曾经 弹到上去的50天线 大概61个岭 升不穿的 如果你说这一阵 都不能够穿得到 50天线 就要小心点 短期之内 有机会再做多一点的调整 会不会有机会先下去 大概 就是58元左右 才开始有支持呢 我觉得机会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说 想着买银鱼的朋友 现阶段可以观望一下 等股价来 真的有机会再试回58元 甚至乎再低一点 去回56元这些位置 才去考虑一下 陈主任你做新报 提及过的银鱼 本身自己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好 多谢你的分析 这一节时间就差不多了 跟进多一次 银鱼的现价是60.5 暂时来讲升近百分之一